一方是宛如天目崩塌巨大雷球 雷光肆虐向劫后期鬼岛决战 新王旧黄霸王色铺满天空的震撼画面 一方是初出茅庐 便击败七海的最强星人 协天生就能对抗雷田橡胶之躯 朝自诩为神的狂徒发起挑战 这一瞬 轰然倒塌藤蔓分割阿帕亚多 宣告空岛片最终决战正式开幕 无比担心路飞的航海士朝天望去 船长身影早已经消失其中 惠武包裹黄金球巨大拳头 尚在前前路飞认识体验到了 后来三档形态的低配版 当下管他能不能阻止雷银 草猫小的将所有愤怒 都发泄在这通乱拳之下 可真是他的蛮干 坚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 原本被雷神凝却电流开始异常异散 越来越多电弧脱离强敌掌控 看得天象专家纳美十分惊讶 仔细一想 其中问题全出来路飞身上 那虽是绝缘体 可爱尼路包在草帽小拳头上的黄金 却是一大块岛体 以此为引导 雷鹰大球都快被搅散了 差点把爱尼路郁闷死 但既已如此 还能怎么办呢 他强压不奋 下一刻即加速控制雷鹰坠落 若是路飞闹腾速度较慢 他完全来急引爆雷球某区岛屿 换言之 阿帕亚多的命运 便由这分秒之差践的快慢决定 太过恐怖的自然系威能 已经让下方白色贝雷帽队长麦经历放起求生 他不顾同伴的劝阻坚持祈祷 这是属于弱者的无奈 阿帕亚多森林边缘 可尼斯想起甘福尔曾说 或许黄恩中想起了时刻 便是两族战争迎来终结之际 可现在仇恨没有化解 反倒目所能解一切将全部毁灭 他与绝望之下向神祈祷 祈求某位神明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同样祈祷的 还有见证一切的所有空岛人 以及传统中就信仰神明山迪亚一族 而神给予不了的将由太阳给予 你爱尼路网称整片天空属于神明 以无比粗暴的手段夺走一切 那就有背负低的少年将晴朗还与天空 黄金相拳坚持不歇地搅动 最终后中的连云骤然破开 头顶重新洒下阳光是那么刺眼 纳美和爱尼路仰天望去 竟有些无法直视 但所有连云散去 大战士雕像 火祭品祭坛 正在击到空岛人和山迪亚人 懵逼的科尼斯和白色贝雷帽等等 都被耀眼的阳光沐浴 诸位紧盯高空中某个闪闪发光的光点 虽然看不清什么 但陆飞属先呐喊响射天空 众人震撼到一时失语 唯有乌索普高兴的大呼小叫 是陆飞 他赶在最后关头 一举解决灵营危机 当下没有什么灵云之海辅助 饶食爱尼路 也不可能搓出之前一般的雷球 逐渐散去的烟城中 韦伯陡然放松 想要将见证历史完成闭环的渴望大声喊出 空岛人代表甘福尔一蹬大眼睛 想要听听开始和结束这样战争的歌声 天歌后 草猫小子的高度降低到与方舟靠近 读者浩洁路飞心情大好 笑着说要连同爱尼路一起瞧 恼羞承诺雷神则完全破防 是要弄死这个破坏计划的混蛋 清客间 高达两亿福特之电流缠绕全身 爱尼路半元素化的身形变成一个大胖子 他将之命名为雷神形态 其实理论上来讲 只要是自然系 就能做到这种膨胀体型的事 但不知为何 其他人并没有用过类似技能 总之洪温雷神一记雷电之权悍然轰出 他不幸草毛小的这都能百分百免伤 然时也命也 在这个属于属性克制的版本 雷电注定被橡胶玩客 这他爱尼路改变不了的命运 只见对面路飞 自由奔跑在墙地巨大化的手臂上 奔落一脚直冲雷神面门 像你这样毫无救赎心的尾神 东海新人王绝不认同 但也千万别因为一时赤别要小看爱尼路 实际上他舍惜脸面的一击只是阳攻 等路飞反应过来 比少年整个人还要大的雷之手 已经紧握黄金三叉戟 很很插见草毛小子的腰部 这无疑是决定空倒未来的重要时刻 雷神给予了这个坚韧不拔的挑战者 最后的抉择机会 你是要在身体被固定的情况下 任由黄金球拉扯 导致自己迈向死亡 还是索性放弃抗争 就这么从天空追向大地 一念之间 过于就是生死结界 短时间内 草毛小子眼前闪过诸多画面 正是眼前的敌人 抹杀山敌爱族坚持数百年的意义 正是面前的狂徒 令克尼斯的家乡 笼罩于恐怖的高压统治之下 长达六年之久 随着突然的灵光一闪 陆飞挣脱三叉戟 暂时落向下方 爱尼路看了哈哈大笑 因为此举而意味着 臭小子终究失去 和神决斗的勇气 然而 以救下航海舍的岛云为跳板 差点退出战场陆飞重返天空 一方是不缺外来者 嘶吼黄金来福枪 将神明赐予的环宇神明 一方是基本前者不自量力 以重蹈覆者的恶神 其手中两柄黄金叉准备完毕 同样的退伍可退 同样的必胜之心 黄金与黄金的碰撞 只在刹那就有了高下 或许又是因黄金乃优良倒铁的特性 爱尼路连元素阿逃走都来不及 就被强大拳分驱动黄金球裹挟的盗飞 那团金黄残影横贯苍穹 所有人都知道 最终终点只有一个 跨越四百年两道声音 因同一个跨越时代约定重合 不管是山迪亚人 还是最初开始制断战争的空岛人 在经历差点全面的危机之后 众人默默击倒 击到传说中 能终结战争的终身 能抚平一切矛盾和隔阂空岛之歌 再次响彻 响彻 哪怕一次也好 在所有宏大的命题之后 回归主角陆飞一人 他从头到尾最关心的 就是要如何实现 连同天空和大地的浪漫 这是他和零星大树间 男子汉的诺言 仅以此终身证明 当前后都有黄金夹记雷电之躯 大宗九九震荡 神明大口吐血 不然是取得胜烈鹿飞 还是失去意识爱尼鹿 以及无人操控的方舟 和中被唤醒的黄金钟 全部追向白白海 而比扭转历史宿命更震撼的 是见证深者与传说重叠 所有当事人或震惊 或感动 或欣喜 或怅然 眼睁睁地盯着阳光笼罩万物 他们大都还处于 没有怎么反应怪的复杂心情 另外透过白白海大动 这份喜悦没有由天上之人独享 明克在记忆中的厚重之身 今作无数男男见鸟 库利凯和远上联合军 仅仅盯着天上 想到一个古老传说 说是天上其实还生活着一些人 当强烈的阳光 照射到某人身上 他的身影就会被映射到 远处天空的迷雾中 这正是偏让开始时 酷斯山迪亚人的巨大影子 穿在加拿岛附近海域的园里 说到这里 库利凯释然了 放下纠结半身重担 黄金钟身自天上来 说明山多拉就在他们头顶 巨大影子幻养成真 大幻王画本 被证实不过是一个被污蔑者 此也无法自知的惨剧 一切的一切 在陆飞的影子浮现在天空之时 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疑问 这群傻傻追求真相傻瓜们纷纷大笑 直到清晰无别陆飞影子渐渐消失 一句简单道谢 无法道进库利凯紧喷的情感 他忽然弯下腰 惹大家有些担心 在看时 这位背负屈辱前线执牛汉子 已经泪流满面 有确实 不仅是库利凯等人人生的转折 后来我们在德岛片知晓 曾盲目追求名利财富猎狗贝拉米 也在见证陆飞达神传奇成就后 依然踏上前往空岛的道路 并最终脱胎换骨 比起各个都非常人的草帽团 贝拉米两年后只有一人独自回归 更能说明前往天空征途是何且残酷和危险 周回空岛 直到黄一忠砸进云海 掀起一轮岛云潮汐 象征神明的方舟栽入云中 连同掉落爱尼路一起消失 让所有人恐惧数年强大能力者 今天可算正式倒台 人们欢笑 人们哭泣 人们喜悦 人们悲怯 隐隐约约的 终身贯通了太多含义 代表太多心声 从剧情作用和主题内核上分析 直接能对应到整部作品大后期的 倾听万物之声 要知道黄一忠全世界就这么一个 但在黄金中之外 跨越了种族圣人物种 甚至活物和死物的新生 又该由谁倾听和解读 并最终引导这些声音走到一起 将整个世界的不同声音 引导向一个和谐统一 向着黎明和美好圆满的未来 毫无疑问 这正是历代妮卡 曾经乔伊波伊 和现在草帽路飞正在做的事 或许这才那些拥有 倾听万物之圣人们 天生就有机会背负的东西 以上就空岛决战所有内容了 决战并不是结束 后面还有关于 善迪亚空岛人两族未来走向 以及草谋团告别的剧情 其中有一些重要信息 就让我们下次继续回顾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